光复乡马滩湿地巴拉告生态捕鱼法 是马泰安部落的阿美族特有传统生态捕鱼文化智慧 而为了要发扬与传承 大同村原民聚落发展协会 今天是特别在清水溪任养的二号堤防河道 挖了十个鱼宴 并带领族人以及光复国小的学生 下水操作建制巴拉告 在活动策划人陈建荣示范说明后 从个人社会组到国小组各组成员 来到河床高滩地上的沙坑里 开始建制巴拉告位于大概一个家 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做了就好 我们希望说这个文化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邀请光复国小的学生 来参与传承活动让我们体验 将来也许会有人继续传承我们巴拉安的文化 光复国小校长林万来 也亲自带领学生到场学习 认识光复乡马滩部落阿美族特有的巴拉告生态捕鱼法 从排列竹筒捆绑竹子固定 再叠上九穷细枝 学生们分工合作认真学习 就觉得很有趣啊可以自己学到一些捕鱼的方式 还有以前不论他们很辛苦 然后就是要节俭一点 然后不要浪费食物 热铁石 然后还有白猪筒那些 你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的吗 都是这个 捕鱼的 捕鱼的 特有的传统捕鱼文化智慧 为了发扬与传承 大同村原住民聚落发展协会 今天就特别举办了传统巴拉告的建制 不仅九合局高度支持 相公所也高度肯定 捕鱼方式很值得肯定 部落自己又发起 然后又得到公部门的帮忙 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文化是不可缺 不能复制的 一定生活长期累积下来变成文化 所以这是很值得来珍惜 来发扬 尤其今天有小朋友 关务高小小朋友来参与了 更让新的一代 年轻一代 来参与这个文化活动更有意义 从头到尾 全程参与的满台湾部落总头目 曾通华 看见部落青壮年 传承教育部落的孩子 学童们也认真学习操作 十分的肯定 并且也深刻叮咛 其勉部落孩子 要永远记得 也要不断地使用祖先 所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智慧 一定要知道 不要忘记 以后 你长大 别有做 所以 现在的工作 一定要知道 在以后就不会忘记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河床高滩地上 十个巴拉告都已搭接完成 头目曾通华带领其他头目 共同已久 继天神祖灵后 正式打开闸门 引进主流溪水 灌入巴拉告池里 部落族人表示 就等鱼虾入住七席 一个月后 部落族人就可以来巴拉告捕鱼 接着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